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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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围方面我觉得依然是好的 美国那里反映出美股的宽度是很厉害的 因为这一轮科技股是回的 但是其他的股份是可以顶得住 现在那个换马情况是结束了 然后开始正常化 我觉得始终未来也仍有很多概念 AI 无人驾驶 很多新的科技发展 或者面容识别这些都很久了 所以整体来说 新旧经济交替那件事是未完 会令到很多股份都会厉害 带动到气氛 所以明年还是OK 我想另外唯一一件事要留心的 就是通胀会不会加速 因为美国就已经去到 差不多全民就业的阶段 那人工可能开始有些机会 升回快点 然后你看到香港 中国 甚至日本 其实很多公司都在加价 而这一件事可能是对 息口可能是会有些提升的压力 我觉得这一方面是要留意 另外一个比较值得看回市场 我觉得是欧洲 最近来说尤其是 今次调整里面 你可以看到欧洲的股票 其实是命听得挺好的 我觉得反映出 那些人不会觉得这个市场 其实是有些前景 我觉得是 因为欧元是没有什么跌 然后欧洲股也没有什么跌 反映这个level 其实人们都舒服 所以我觉得这个市场 可能是下年来说 有些机会做得比较好一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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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